你 12 喊 宇友现场和电视率长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天气卫视 为您奉勋的中国投版带一起 调贷同一类节目 他的名字叫做是 化石bor 各位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跨时代战书 在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场 我们都会为您从全国各地邀请 一老一少两位大将在这里 用他们非常非常擅长的民间体育项目 同场竞技一较高下 选冠军征输赢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体育的内奋快乐 当然在我们台下还有一个区域 也非常非常的出彩 他们的共同的名字叫做猜评团嘉宾 请大家一起随我一同用心看节目 愿意生活愿意学习物理 看透生活的奥秘 然后大声和大家一起分享 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快乐 爱运动爱健康乐爱生活每一天 大家好我就是一直在传递正能量的小甜 好了三位嘉宾看到没有 按照我今天的这个扮相肯定能猜得到了 跆拳道对不对 为了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武术体现在跆拳道 这个项目上的魅力以及它的杀伤力 今天呢我们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两位在跆拳道这个项目的各种高手 他们比赛规则老将小将会共同面临一票的黑衣人 每个黑衣人手里有抬拳道木板一块 给老将准备的这个黑衣人的板是十块 给小将准备的是八块 要求两位选手用他们各自擅长的嘴巴 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些板依次击碎 时间越短速度越快的就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女生们先生们 接下来即将为大家介绍到两位 可以是全国冠军级的人物 非常有杀伤力 他会是谁呢 我们通过短片先去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周全 今年27岁 我来自福建福州 创响一风Triking特技团队 大家好 我叫我刘雨琪 今年8岁 来自安徽民国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大家喜欢上跆拳道 喜欢上我们 我要向大家表演我们的跆拳道节目 展现出我最好的状态 靠时代战书 我来了 哇 哇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将 以及他的兄弟们 给我们带来的少年墙 中国墙的表演 赶快给我们做个字 我就是太可爱了 对不对 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刘雨琪 今年8岁 来自安徽七月牛火 练了多久了 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能练成这个样子吗 嗯 你那个侧手翻好漂亮 那就侧空翻 我留点面子啊 告诉我们这次为什么来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 因为我想给大家表演我的跆拳道节目 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 认识你 你告诉我练习跆拳道之后啊 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有 比如说大中赛 第三名 全国第三呢 哇 完全是一代宗师 小宗师范上身 有没有 好的 那我们赶快请小夏休息一下 有请我们的老将登场 大家好 我来自福建福州 我叫周全 今年27岁 帅不帅 超级帅 这次来我们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的目的是什么 用一句话来说吧 应该是说 觉得自己很牛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下来 让别人怎么知道你很牛 所以我就来了 说一下从事跆拳道有几年了 03年的时候开始学了跆拳道 03年 那已经其实李里歪歪加起来有14年左右 以往在我们跨时代战书这个节目现场来参加节目的嘉宾 基本上一个项目从事十四五年的话肯定至少是世界冠军了 毫无疑问您肯定是世界冠军 掌声 是不是 是的 你看 这个世界冠军就是由我们团队在美国一个Triking极限大赛 然后拿下了第一名 所以今天老将要现在给我们好好展示一下 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第一个绝活 那那个你吓着我了 我先先平复一下心情好吗 呃那个 第一个绝活呢就是这样 我会稍微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一套联技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高难度的吧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 给我们带来第一轮他的展示 大家要不要再看 要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 哇 哇 哇 年轻人嘛 就喜欢一些很酷炫 很刺激的一些项目 我觉得应该也挑战一下自己 所以我就踏上了这条路 很漂亮那几个动作 说得有 就是因为他酷 他帅所以我才练的 你刚才有一个 啪 哎 哎 其实有一个最难度的 最帅的 你现在给我们单独分解一下 就一个动作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好的 再来一下 好不好 哇 哇 帅帅帅帅帅帅 帅爆了 太帅了 掌声再次鼓励他 太棒了 我跟你讲 我看完你的表现 我对小将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太精彩了 你让你替我请一下小将 孩子来吧 孩子 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小将 刚才看到老将的表现之后 害不害怕 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也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接下来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您的这个舞台是什么 弹梯 弹梯 会比他还要精彩吗 我肯定比他精彩啊 小将很有信心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弹梯 好 我们掌声送给小将 来欣赏他的弹梯 请准备了 刚才这个是个弹梯吗 是组合推法 这个刚才这个组合推法 精不精彩 甜甜 真的很精彩 对不对 太棒了 刚才有一个最后一项 转得看见得特别花哨 那最后那一项 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下 再展示一下 叫什么名字 踢月 踢月 是吧 原地就可以来一下吗 来一下 我没看够 再看一下 好 哇 哇 哇 哎 好像就跟我做的是一样的 刚才那个动作 真的是特别加分 那接下来是可以休息一下了 对吗 我们请老将上来 好不好 好 好吗 来 有请老将上来 有请 老将 刚才我们的小将说 你看起来 只有十几岁 你觉得老将 在目测 看起来 他有多大年纪 看起来只有十几岁而已 看见没 很会说话 太喜欢 你来戏一个 你们两个对手 请 请 我们在旁边 好好看一下老将的表现 好吗 好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将 为小将加油 那个老将 来 来跟我们说一下 刚才小将整个那个 那个组合的腿法很漂亮 很帅气 对 在小朋友来说的话 七岁 这个的确很厉害 嗯 没错 然后但是威胁到我呢 呵呵 怎么可能 呵呵 怎么可能 接下来是我们老将的第二个环节 非常高难度 名字叫做是 现在那个 你自己也忘了 对不对 不是我自己忘了 我没忘 我说 我的意思是 你刚那个起破起太大了 我那个跟不上那个调 你高一点 你最高的分贝是 鸡破 非常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一起来现场 老将的第二个环节 鸡破 来 哇 漂亮 哇 棒 哦 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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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最后一个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我会用一个 720度旋风梯 是计数720度两圈 然后击破 但是呢 我觉得 在这个节目 我应该要展示一下 这样拿着呢 我觉得还不够挑战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呢 放头上 大家都好不好 加油啊 掌声再次响起 哇 太精彩了 谢谢 那还有吗 必须还有 接着来还是稍微调整一下 休息一下 肯定要调整一下 再调整一下 这个体力这个 接下来我们有请小将登场 来 有请 老将这边休息一下 好 谢谢 小朋友 那您再上来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展示 是什么 高度的挑战 有没有我高 没有 我1米81 我1米81 如果去掉皮鞋内增高 我1米75 没有我高 是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觉得你现在的气势不够 已经被老将啊 完全压制住了 你要不要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 这样 我跟你对战一下 10秒钟 你把你所有的腿法 全发挥在我身上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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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你才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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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兴奋一点了没有 兴奋了 好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的名字叫做是 弹梯 来小将这一轮的弹梯有请他的搭档啊 小将 好棒 棒不棒觉得自己 好 好 好 还好 来有请老将 老将接下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个环节是 接下来要展示一下就是我要用我的空翻 用后空翻击破 但是我们击破呢 气球完了还有 逃罐 嗯 后空翻用脚击破气球和逃罐 没错 我们上次当初我有这个概念的应该都知道啊 用脚踢气球这个是 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走的瞧 好 接下来来邀请我们工作人员把道具准备一下 我们看一下老将如何现场 踢气球 好的 我们的老将接下来呢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展示呢 即将开始了 呃 现在道具已经全部各就各位了哈 在我们头顶上 我们看到有1234566颗气球 还有两个瓦罐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 好 三 二 一 请开始 多么有力量的一双腿 漂亮 哇 接下来最难的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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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尝试踢瓦罐 我觉得挺刺激的 第一次尝试这个高度 包括这个对瓦罐这个力度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他瞬间把两个罐子给踢破了 我认为他很强 天哪 太棒了 我们特别期待稍后的决赛环节 来有请小匠上场 刚才大哥哥老匠表现的厉不厉害 厉害 接下来你还有绝活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总决赛好不好 好 老匠小匠 会共同面临一票的黑衣人 每个黑衣人手里有跆拳道木板一块 给老匠准备的这个黑衣人的板是十块 给小匠准备的是八块 要求两位选手用他们各自擅长的腿法 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些板依次击碎 时间越短速度越快的 就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我们的三位猜评嘉宾已经看了好长时间了 我们想听听看我们的每一个嘉宾的内心 到底支持谁看好谁 来 余老师有请 单从下面的比赛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老匠可能会更胜一筹 这是我的判断 所以红灯亮起 红灯支持老匠 谢谢您 谢谢 曹老师有请 我大概 如果选择的话 也会选择老匠 所以我选 好 也是老匠 甜甜 我决定把这一票 负给我们的小匠 姐姐 谢谢你 你是三位嘉宾最有眼光的衣服 他们的点名嘉宾 都已经发表了他们各自的意见了 那我们的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 你们的选择时刻现在也已经来了 红色代表支持老匠 蓝色代表支持我们的小匠 考虑一下 3 2 1 请选择 好 经过现场的统计呢 蓝灯是18盏 那对应的红灯呢 就是32盏 所以更多的观众朋友 看起来还是看好您 我们的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收起情绪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挑战 雪爷 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我期待你的来挑战 但是您要记住 我放的跟头 比你走的路还要多 待会别摔跤哦 好 女士们先生们 接下来我们跨时代战术 本期的跆拳道的决赛环节 马上开始 好的 我们的挑战赛最后的决赛环节 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的各位老师在后面 已经是各就各为了十个板 接下来老将先来了 有没有信心 有 非常的期待啊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 3 2 1 计时 开始 哇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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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啊 一切合成 一切合成 哇 漂亮啊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将了 八块板 有没有信心 有 像老将这么精彩吗 还好吧 哈哈哈 我期待你加油好不好 来 给叔叔积个掌 耶 加油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将的八块板挑战时间了 小将 请出位 3 2 1 计时 开始 哇 漂亮 哇 哇 哇 动作质量完整的很高 漂亮啊 哦 好的 最后一个板 加油 好的 我们的表现非常非常地帅气 战术完全不一样 但是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你们完成任务最终的成绩是怎样的 小将的成绩是35秒80 而我们老将的成绩最终是 9秒66 恭喜老将 小朋友八岁已经很不错了 表现的 包括在场上 包括他在做一些动作 气势 包括他的不缺场 包括他的整个气场 我觉得都很棒 最后一个环节的动作不流畅 再加上 输了 所以 我觉得不满意 可惜就是他 年龄或是 身材上面 可能会牵涉一些力量 力度 这样的话希望在以后的训练可以弥补他这些不足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赛场上能够看到他的精彩的一些表现 老将确实很厉害 虽然我年龄小 念的时间也不长 我总有一天会比他更强 更厉害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小将呢是完成了自我超越了 特别特别棒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跨四代战士这个节目 最大的收获是啥 可以让我增加一些勇气 破版能力 破版能力 还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认识我 认识你 太棒了 小可爱 那今天老将呢毫无悬念取得了最后比赛的胜利 跟我们说说获奖感言 其实我在这里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团队 创想飓 因为呢我们团队的目标愿景就是为了打造 世界一流的团队 最强的团队 我们几个是拥有同样梦想的年轻人 放弃了原有的生活 放弃了原有的工作 然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希望团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希望我们团队越来越团结 包括团队以后真正地能达到我们的愿景 让我们团队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 你们这个团队叫什么创想 创想飓风 可以说也是承载的中国跆拳道 特技 尤其在特技领域的尊严跟成绩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在你们的个人事业和团队事业 能够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谢谢 每一次有喜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回来跟我们分享 没问题好不好 一地一地 那今天也要特别恭喜我们的两位猜评嘉宾 我们的余老师和曹老师 最终是答题正确 来奖励自己科金星 好 那两位选手建议你们的表现这么的优秀跟精彩 我们栏目组也为二位准备了属于你们的荣誉证书 高不高兴 好 现在有请甜甜姐姐和我们的余老师上台 为我们的两位选手颁发证书 有请 你要不要好好跟甜甜姐姐说两句 你要不要跟甜甜妹妹说两句 太感谢 太感谢 真的很感谢 好的 也谢谢大度的甜甜和我们的可爱的余老师 谢谢二位 谢谢 跨时代战术在每一期的节目现场我们都会为您呈现 最好看的也是最充满感动跟快乐的民间体育项目 这一期的跆拳道到此就全部的结束了 感谢我们的老将更要感谢可爱无比萌的小将 希望跆拳道这项运动能给他们两位以及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 带去更多的健康快乐跟人生的希望 好的 谢谢各位 我们本期的跨时代战术就是这些 下端时间再见 谢谢两位选手 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谢谢各位 谢谢 好的 各位 我们现在是在京云中央厨房为您带来这一期的小百科 跆拳道是现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是一种主要使用手及脚进行格斗或对抗的运动 跆拳道以其变幻莫测 优美 潇洒的腿法 著称于世 被世人称为T的艺术 这是跆拳道区别于其他格斗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跆拳道的腿法讲究变幻多端和灵活多样 对于人体的柔韧性 大脑反应的灵敏性 以及身体运动的稳定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欢迎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